这是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F118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如果我们挡住火箭主体部分 或许你很难把这个画面和实际先进的航天科技内容联系到一起 当然这也不是中国航天人第一次尝试混搭方了 比如在出征仪式上多次出现过的红色折叠仪 各种样式的大红花 还有迎接太空凯旋的一间一宝车和帐篷上的大红对联 难怪很多网友评论 中国航天你为什么喜欢混搭方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来到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当地人更习惯称呼它的名字为东风航天城 这里是中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建设 如今已具备一座城市的规模 在东风城里随处可见各种航天元素 火箭型的路灯 路标指示牌 这个雕塑叫做银河之光 这个公园叫做飞天公园 这条路叫做宇航东路 这座建筑叫做问天阁 这个广场叫做圆梦园广场 这个是圆梦园广场上的宇航园 懂了 这些都是航天人藏在细节里的浪漫 东风航天城除了有烟火气的小城 还有历史的见证 如果说中国航天是一场梦想的接力 那么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走进发射塔架旁边的地下空之室 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 针对由衷的感慨 前辈们的不意 在这样艰苦的大漠深处 他们仍然将梦想描向遥远辽阔星河 当年参事的仪表设备虽然已经陈旧 但依然保存完好 刷写在墙面的这条标语 格外引人注目 指挥室的二层有一个亮望镜 透过亮望镜能看到发射塔架 这一刻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在即将离开时 我突然注意到这样一把椅子 看到老照片和视频里熟悉陌生的调幅和遮叠椅 我突然明白了中国航天混搭风的来源 看似硬核的混搭背后 是艰苦朴素精神传承的具象化表现 是新时代航天人向航天前辈致以的敬意 是历史使命的交接 更是航天精神跨越时空的传承 神舟18号发射圆满成功 祝贺神舟18号致敬中国航天人